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登在参加喀布尔机场爆炸事件中丧生美军遗体交接仪式的时候 因为一个动作又引发了一轮新的愤怒 当地时间8月29号 美方位在喀布尔机场丧生的美军士兵 在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举行了一场名为庄严遗体交接的仪式 拜登总统与第一夫人亲自前往迎接 一同前往的还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一些军方领导人和死者家属 拜登在致辞中讲到 吉尔和我刚从我们家乡州的多佛空军基地回来 我们在那里和13名在阿富汗牺牲英雄的家属会面 他们为国捐躯 在我们为路易斯安那州祈祷平安的同时 也为他们祈祷 目前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正在经历四级飓风艾达的侵袭 但就在灵鹫随后被抬下飞机之时出现了争议性的一幕 报道称当灵鹫经过时拜登举起了他的左手腕 似乎是在查看时间 同时右手从胸口上方放了下来 正是这一举动引发如潮批评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文斯·兰格曼在推特上说 当士兵的灵鹫被抬上车时 应对13名士兵死亡负责的人正在查看手表 显然 乔·拜登应该做得更好 恶心 保守派作家尼古拉斯·风达·卡罗则嘲讽说 午睡时间还是吃冰淇淋时间 拜登是错过了什么 他需要在一个庄严的仪式中间查看他的手表 保守派评论员戴夫·克萨达 将拜登这一明显的失态称为 这个无理的小丑的低级举动 当然 对此行为的声音也是多样性的 在媒体的报道中 其支持者认为 在仪式上看手表并不是什么大事 看手表可能是拜登的习惯 因为 在特拉华举行的交接仪式之后 拜登在联邦应急管理局 举行的飓风爱达简报会上再次查看了手表 看撤军问题上的种种表现 让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执政危机 加之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现在的分裂也是日益增强 共和党的参议员们 似乎感觉这是一个弹劾拜登 以及营造舆论要求拜登下台的最好时机 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说 美国人在喀布尔丧命令人愤怒 拜登要为此负责 现在很清楚了 毫无疑问 拜登既没有领导能力 也没有领导议员 他必须辞职 德州众议员杰克逊说 特朗普总统可以因为一通电话被弹劾 那么 现在 因为阿富汗的失职 弹劾拜登的时候到了 印第安那州众议员Michael Cloud写道 拜登政府再次辜负了美国人民 由于本届政府的失败 造成了美国人丧生 这是不可原谅的 我呼吁拜登总统 布林肯国务卿 还有参联会主席米利集体辞职 除了这些党内同仁 美国政界相关人士 也表达了对拜登的不满 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黑令率先表态 他在推特上写道 拜登应该为处理阿富汗问题下台或者免职吗 是的 但是这样的话 哈利斯将会成为总统 后果比现在遭十倍 上帝保佑我们 还有人将拜登的这一系列表现 与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相提并论 1980年时 卡特在伊朗人质救援行动中灾难性的表现 给他的总统生涯敲响了丧钟 而卡特在伊朗的失败 恰好发生在他与里根竞选的几个月前 随后 卡特在仅仅一介任期后 就将总统让位于罗纳德·里根 当然 拜登也有与卡特不同的情况 那就是 拜登刚刚就职总统七个月之久 吉米·卡特的接任者里根 也在任内遭遇过重大的外交危机 1983年 美军241名海军陆战队 在贝鲁特的一场自杀式袭击中丧生 这也让里根的支持率跌至谷底 不过 里根用了一年时间 在经济上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确保了连任 那今日的拜登 到底是会成为吉米·卡特 还是会成为罗纳德·里根 这就要看他是否能以最快的速度摆脱政治困局了 面对新冠疫情的反弹 通过膨胀的压力 美国党派的极度分裂 拜登未来的路可以说是道远且尖压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